吉祥经 讲记 之二十四 二零一二年九月初一 丧庙下祥法师讲于安三佛邪十三月 今天还继续讲 昨天讲到第七个祭祀和第六个祭祀 今天讲第八个祭祀 千功有银鲁 议会与上人随时为法谈 此为最吉祥 因为这个祭祀主要讲 我们怎样获得最吉祥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获得 真正的法律 也就是说在世间上生存着 如果没有这些法 我们不可能获得 真正的吉祥 所以这个对我们 不管在世间生存 还是在 除世间法 都是非常重要的 千功有银鲁 也就是换句话 银耐于顺从 谦虚只不自满 肯接受批评 聘虚信相应请调 有正猜思学的银往往 虚怀悦骨 谦虚谨慎 而不学无术 意识半解的 却常常骄傲之大 自以为是 好为 好为因时 谦虚是一种美德 是进取和成功的必要前提 这个谦虚 它是修行佛法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这个《金刚经》里也讲过 但是它没有说谦虚 它说了一句重要的话 是什么 应无所助圣其心 它不会对自己所做的一些功德 和一些一点成绩而致满 所以它会谦虚 有说同工 这个异曲的作品 佛说 上共乐 共敬敬 佛言 阿难 泛永诗者 随在随便 无论这个法师 这个师傅在哪 学四季记 或听或读 或问或知 也只问 一诗句 就是一句或诗句等 四季为诗 使彼学者 与其诗所 长期恭敬尊重之心 要不如是 是名不敬者 一名不注意正行之者 这句话就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佛在经中说 你不管这个事在哪 你都要去学 去跟着去听 一句或四句 他跟你讲了 你就应该是 认为是 时常去拱敬 和尊重之心 如果你不是这么想 那就为不尊重 不尊重 还有一个名叫 不住正行之者 就是说 你不是正正秀成者 你没有正念 要于他面 说是过者 比人不得 娶为我为死 就是说 既然因为师父了 你要是在别人面前 说这个师父的过时 这个人不得 娶我为死 就是说 佛说 你不得 认我为死 你不是我弟 所以说 这个 佛对这个 共经啊 解释得非常到位 和世俗 讲那个共经 它有一种是虚假的 虚伪的 而且 并不是一种 从内心里 胜出的共经 佛子里 要求的共经 往往都站在 法的面前 法的面前 所以说 这种吉祥啊 只有佛能讲 别人都讲不了 所以说 如果不共经 就不能成为 真正的正行之者 说识过 也不得 以佛 不算佛的弟子了 佛教的烧香和礼拜 都起到 培养 共经 心的作用 佛教里 有很多的异鬼 也是一种 训练 我们的身心 培养 供应性的 善巧方便 是一种 自我教育的方式 因为 当我们把身体 扶下去 把头 磕下去的时候 心自然 就变得 游和了 平时 我们这个礼拜 佛教这个礼拜特别多 所以礼拜有 祥和我 傲慢 心理作用 佛教这个礼拜 是很普遍的 不管是在中国 还是在印度 还是在太古 都是要礼拜 礼拜的本身 也是我们内心 有恭敬的表现 当我们带着 恭敬性 去礼佛的时候 恭敬性 就会因为 我们礼拜的 越来越强大 因此礼佛 拜佛和 稍想 反无乱 使我们的内心 恭敬 千倍 得到强化 这就是 佛法 讲的讯息 恭敬性 是我们得到 佛法利益的关键 有恭敬性 就能得到利益 所谓的 预制佛法利益 当成恭敬中来 就是说 这个恭敬性 在佛法里 是非常重要 在世间法 也非常重要 一个谦虚的因 比如说 因学徒 这个师父一看 这个图的很谦虚 不自满 就愿意教他 愿意跟他讲话 愿意把自己的手艺 都教给他 如果这人常常自满 那世俗就不愿意讲了 这是世俗的一种 看法 在对儿女和父母之间 也是这样 如果这个儿女 有了恭敬性 父母对他就欢喜 就放心 如果没有恭敬性 我们就现在社会上 就成为一种不孝 或是对他挂念和担忧 所以说佛法对佛法的恭敬 就更重要 因为有了恭敬性 你就可以得到法 没有恭敬性 这法是不可得的 过去啊 有一个没一个巨师 他去那时候去上上看我 他就是 从山底下 一拜一拜就上下来 恭敬性非常到位 非常到位 他很虔诚 上去一共两年嘛 非常虔诚 见到我那时候 虽然没有说什么话 互相也没有 那时候子语 没讲什么话 但他的法得没得到 他已经得到法 他得到法 并不是你给他讲 什么就要得法 当他恭敬性到位的时候 互相一见面 这个法自然就传过去 所以说法从什么生起来 是供敬性生起来的 后来这个巨师就有点小境界 小境界就没有靶子好 完了就到处叫人印证 上哪个大河上印证 也找过这个 有个巨师叫上海的 叫什么巨师 叫原印的一个巨师 曲今证 原印的那个巨师给他说 那你已经得到这个 那个 这个李的 李这方面已经得到了 但是他还不实行 还不实行 或者又到高明市 找他老何人印证 完了 银子没给他印证 他就被生气 后来又招呼给印证 我说你这是招摩了 我说你招摩 因为他那时候是供敬性得到的 但是后来他得到了以后 他就没有供敬性的 一种傲慢 说话是背着手说话 原先是磕着头进去 最后现在背着手说话 他说我把架杀一配不用收戒 我就是出家人 我就出家人 我可以给别人讲法 可以做主使 他自己呀 这个信就想不住了 所以我看到那个情况 就说你已经是磕 完了 我说他磕 他也说我 他说我做磕做样 这个后来他就走了 走了 我说你最少的三年吧 他说你最少的三年 后来三年以后 不到三年 两年多 后来上大卫士去插会 他说我那时候确实错了 这个劲儿才过来 就是说 这个供敬性呢 是我们培养得法的一个 最好的一个办法 当有供敬性 你就可以得法 所以说 并不是我有什么修行 而因为他的供敬性到位 自然 谁愿没讲 法就得了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关键是什么 这供敬性 不光是为了得法 而是是保能保留住这个法 能不能进步的问题 如果你有了供敬性 你们一直能建设下供敬性 就会什么 这个法得到了以后 还能留住 不至于狂烂 他后来达到一种狂烂 这诽谤圣人 诽谤佛法了 甚至要做主了 做主事了 没有瞧不起 没有谁放在他眼里了 他以为自己已经开悟了 已经争闹了 到处去 去给人去 去干嘛 为什么呢 后来这样 就是因为他的供敬性 没有继续下去 所以说 这个法就存不住 所以供敬性 既是得法的因缘 同时又是把法 能够留住和成长的因缘 所以说 这就像我刚才讲的一句 什么呢 楞严靖讲的 应无所住 胜其性 你怎样达到应无所住啊 应无所住是一种不分别性 有时候我们 有时候不见着能做到这个 所以说你应该从共敬度开始 共敬性 如果有了共敬性 就像是于 这个应无所住这种性 所以说共敬性呢 能取向于佛法的应无所住这种性 所以共敬性对我们修行来讲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你比如说 烧相拜佛的问题 有的人说 烧相 你得白天烧相 早上烧相 中午烧相 晚上不许烧相 为什么 他说你晚上烧相 用一年纪鬼神来 这种说法 是一种愚痴的说法 因为他不了解佛法 佛法你什么时候共敬 神是有佛法 如果我们搬一下 起来了 比如说我们上卫生戒 上卫生戒 把手洗完了 束缩水 洗干净了 把衣服穿整齐了 到佛前去上上去啊 就你上这一个像 耽误你就十来分钟的时间 但是你会再躺下的时候 你会做一个好梦 一个秀性的梦 而这个深信 特别特别的清晰 这么大的法医 而且呢 有人竟跟他说 晚上不允许上想 这种说法太愚痴 虽然是 睡觉的时间 这个睡眠呢 他不是正确的 为什么不正确 这个五盖之一就有一个睡盖 睡觉是一种盖 盖是什么意思 就是污名和烦恼 所以说这要破除污名和烦恼 那就是少睡 你哪怕是说 少睡十分钟 他有十分钟的利益 当我们给佛去上想 共进佛的时候 我们 不光是有了共进性 同时也破除了睡盖 破除睡盖 所以说我们得到的是法医 很小一个事情 就会得到这个利益 因为我们平时 世间人的行为都是 一直从晚上睡到天亮为止 这以为这就是我们正常的生存 正常的生活 如果你稍稍改变一点 我们就从中获得了很深的法医 因为这法从什么中来 法从污名中来 因为污名越深 你能破除污名 法自然就升起来 所以说有了共进性 就会破除睡盖 使我们得到法 所以说这个是很好的一种修行方式 所以说这个大家应该清楚 舍利弗的尊者的千许 法巨经 第九十五纪 这个纪是什么说 如大地一样的和平 平和 如门珠一样的建固 如乌玉泥池水的清洁 阿罗汉不再轮回 这是一句记者 讲的当时佛陀住在七元经社时 在一次术法会上 讲的这首记者 这是有关于舍利弗尊者 和一个年轻比秀的故事 一次在安居结束后 印度安居的时候 正是个雨季 正是个雨季 就是说这个 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 正是个雨季 所以安居结束后 也就七月十五以后了 舍利弗尊者计划 外出油画 就像行鸟似的 他向佛陀拜师后 便与同伴 准备遗憾 很多彼秀都与舍利弗 带来道别了 因为他是长者 所以说都来告别 在出法前 舍利弗念到每个彼秀的名字 和家族姓氏 因为他的记性特别好 不管多少人他都能记录 包括他的名字 家族姓氏 因为印度啊 那时候都是用自己的 父母的名字 和家族的那个 姓氏 价钱嘛 其中有位彼秀 未用个人的家 未用个人 是家族的姓名 所以说 当尊者念到他的名字 并没有注意他 也没有跟他打招呼 这个彼秀就生气了 耿耿于怀 还有舍利弗当走到他的身边的时候 这个家族轻轻裸过他的身体 就碰上他一下 他也对舍利弗怀恨了 最后他知道舍利弗离开以后 他便找去向佛陀告状 都是四尊 舍利弗尊者 他自以为是你的大弟子 打了我一拳 差点伤了我的耳朵 他不但不向我道歉 反而上外面油画去 这个 于是佛陀便 造回了舍利弗尊者 这个人呢 因为仇恨性 起了造谣的作用 舍利弗 及其他人来到佛陀面前 向佛陀礼拜以后 共睛坐在一边 当佛陀问起这件事 舍利弗并没有自己辩护 反而述说自己的为因 没说这个事情 是我怎么怎么的 我忘了 他没说心事 我不清楚 佛陀没有讲 舍利弗并没有讲 讲什么呢 讲我现在是 是怎么样一种秀行的方式 我心里是想怎么想的 他想自己的为因 所以说当舍利弗 舍利弗说自己为因 时 那位误赖他的比丘 立刻充满了懊悔 跪在佛陀的脚下 向佛陀懺悔 承认自己 蓄意诽谤 佛陀对圣众们说 舍利弗早已快速了他 舍利弗走到那个圣灵面前 向他 请你说 同道我已经快速了你 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 请你快速我 这舍利弗就这么谦虚 这时候 这时众笔丘都说到 这就是舍利弗的过瘾之处 他对这个欺骗的诽谤他的比丘 不但不感到愤怒 而反而向他行礼 佛陀听到他们谈话后 就问道你们在说什么 比丘就把这个 把这个他们说话的内容告诉佛陀了 所以佛陀对比丘开导说 以舍利弗的性格来说 要他存在的诚恨性是不可能的 他的性像萌柱一样的坚固 如池水一样的平和 也没什么意思 他已经证到恶罗汉了 所以说这个 有恭敬信的人 他不会去对这个 诽谤他的人 起因和诚恶性 随顺 这两个字随着 随随他人之意 不服力 恒顺众生 为常与一切众生 成是供养 如奉施长 如敬父母 犯有病苦 为作良瘾 乃至贫穷 命苦富饶 如是平得 随顺乐 随顺乐 顾允恒顺众生 这个恒顺众生啊 现在出现的词句比较多 刚才我们听了一下这个恒顺众生的解释 从事物来讲 就是常与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不是个别的众生 所有的众生 成是供养 这个成是供养啊 包括一切的供养 身口意义的供养 不是说我有这个饭啊 你要吃我给你 不是光这个 就是你想需要什么 我都能满足你 至少是我有的 就是我没有的 我也得想办法满足你 他的这个信呢 就是那种平和 那种平和 也就是我们昨天讲的 他是一种无相的行为 就像昨天讲的一样 如凤市长 就像对待市长一样的谦虚 和对其他众生 如敬父母啊 是有病苦的 他会去做良意 就是不管你多长多累啊 你是 呃 我能够去帮你 你是笔秀 我能够帮你啊 你是哪怕是一个众生啊 你有病了 他也会去尽心尽力去照 啊 说 犯有病苦 为作良意乃至贫穷啊 令得富遥啊 如是平等随顺乐 啊 雇云恒顺众生 这叫恒顺众生 这叫恒顺众生 不是我们现在找出那个借口 说你这个持有啊 那我们就去他持有吧 这叫恒顺众生 啊 啊 这一个人那个 做点坏事啊 啊 大伙都做了 你说我要不做吧 显得我特殊 没办法 恒顺众生吧 啊 就随着做了 所以说这就是佛法 和其他的实践法不同 啊 实践法不同 啊 实践法呢 有很多东西啊 啊 他属于什么呢 盲目性 没有原则性的东西 或者原则性不强 啊 啊 佛法呢 恭敬也好 孝顺也好 啊 恒顺也好 都是依法而行 啊 都是依法 啊 佛讲的什么是孝顺呢 就是 啊 以戒为孝 啊 以戒为孝 这才是真正孝 所以说恒顺众生 啊 不是什么人都能恒顺的 啊 一定有一种什么性的 对所有众生一种平等的对待 而是 都是 一种什么呢 让其得到真正的快乐 啊 比如说 有病了 做良意 贫穷 那个富遥 啊 有了痛苦 帮他解决问题 那谁能做到这一点 啊 自有佛法 不是吧 自有佛法 自有佛的戒律 谁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 佛说以戒为师 你才能恒顺众生 啊 所以这个恒顺众生啊 这个 解释的不动 不一样 啊 有的人就给他解释了 那个 那种说法啊 那种作为 那不叫恒顺众生 那谁众生转了 啊 众生想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啊 往下流走 啊 恒顺众生 就是不管众生怎么要求 我都能让你得到了 真正的快乐 也就是说真正得到佛法 得到那个 啊 除世间的快乐 这是恒顺众生 如果做不到 你不能成为 恒顺众生 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 用词啊 和恒顺众生的解释 应该注意的 所以说呢 这个恒顺众生 啊 和大北市 现在 呃 常有一句话 一交奉行 啊 他俩是一个意思 啊 一个是意思 你比如说 有一些人呢 做的不如法 那我们能不能去做 是不能做的 啊 大北市同时也讲 一交奉行 当然似乎 告诉你的事 啊 比如说 啊 这个 你去把这个事做了 啊 但是这个职会呢 这个事呢 拼不是正确的 在你的心里 一看 这事不正确 我要这么做呢 会带来了一些伤害 啊 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呢 常驻又要求你 啊 去做 因为有规矩 一交奉捷 所以说这个 那我们怎么办呢 啊 有的人呢 就是说啊 行啊 你说的不对 我不能去做去 啊 你说的不正确 啊 这样的话 一个失去了供应性 啊 另外呢 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自荐啊 它是有一定限度的 究竟对错 拼不担折场 应该怎么做呢 应该你既然告诉你 去做你就去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要你去挖一窍 这个坑 啊 你到那去了 拿去窍 也准备挖了 但是再准备挖的一瞬间 啊 你就放下了 放下回来 跟这个人讲 啊 说 那个 师父啊 你刚才要我去挖这个土 啊 我去了 去了 我去挖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我不能挖 因为什么呢 因为比丘啊 他不能挖土 不能决利 决利是犯戒的 啊 师父说知道了 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过程 当我们有这个过程的时候 就完成了异教奉行 当我们完成了异教奉行的时候 我们心已经调和了 啊 不管调和了你 也调和了所有的众生的心 当我们再调要落下没落下的时候 我们又把原则 啊 这个 因为有原则的问题 我们又不能做去回来 所以说这个异教奉行 就完成了 啊 完成了 有很多的事件 为什么出现了一些无意的 这个 这个 政治呢 就是说我们有时候 以我们的自见 来推断 啊 这个事情的好坏 做和不做的问题 啊 所以就产生了矛盾 产生了矛盾 所以说 这个异教奉行啊 就是让我们心里能够 去随顺啊 去共敬 共敬 共敬下 而还要坚持原则 啊 这样的话 我们既能异教奉行 又把共敬心培养 啊 所以世间法呢 是一种盲从 啊 比如说 孝敬父母 父母想吃鱼 啊 就给去弄鱼去了 啊 想吃幼啊 就给弄幼去了 你想比如说 二世笑里啊 什么亡羊窩病啊 等等的 啊 为父母吃鱼 他就可以把鱼给你弄出来 弄出来 往回来就给他父母吃了 在佛法里 世间法 这已经挺孝心 啊 在佛法里 你为了孝心这个父母 把那个父母给吃了 是吧 你这种孝吗 是吧 嗯 这种孝呢 不光是 对那个父母不孝 对这个父母也不孝 为什么不孝 这个父母吃了这个鱼 他将要被这个鱼 杀上这个业 啊 为他而杀 你想 吃了鱼又 啊 吃了鱼 他本来杀上业就存在了 而且呢 还是为他而做的事情 这个罪业 一定将来会形成果报 啊 所以说这个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孝 啊 这叫什么孝呢 这是一个假教 啊 啊 是世俗的孝 啊 所以说佛呢是大智慧者 为什么大智慧者 因为佛考虑的是三世 啊 前生今生来世 啊 佛考虑是法神会命的问题 是永久的快乐的问题 所以佛法讲的孝 才是真正的孝 啊 世俗讲的那种孝 那是世俗的东西 而且是 从佛法来看 那是一种戏论 戏论 啊 所以说 没有更多的意义 啊 所以我们学佛应 应该感到学佛以后啊 我们感到很自豪 啊 我们能够得到了除世间的法 而且能看清的世俗那种 无正确的东西 这对我们来讲 啊 这就是最吉祥的一件事情 啊 曾经也有人问过啊 比如在家人家里要持幼啊 啊 我们怎么横顺啊 啊 有的讲啊 我 他说我藏要持幼啊 他就爱持幼啊 啊 他说你要不给他做 他生气啊 甚至打你啊 啊 你说我做了吗 佛教的还有戒律 不允许 你说我怎么办 啊 我给他出个主意 我说你既然你 嗯 啊 不光一个主意 两个主意啊 第一个主意啊 啊 你去买幼的时候 半天不回来 啊 等一会儿呢 他等的实在急不了 他吃点别就走了 上班完事了 啊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说你就是 他如果他把幼拿回来了 或者叫你给做 你给他做糊了 不能吃 啊 那他吓唬他 他再不找你做 你还抢了给做 你以后吃饭 他拿有你就抢做 每次都给他做的 不能吃 啊 能剁个点儿盐 啊 给他做糊糊的 不能吃 所以说 以后啊 他再不找你做幼 啊 虽然他能说你几句啊 但是一次性解决问题啊 我这个就挺好 所以说 有些这个修行和条件 都得靠自己去争取 靠自己去 靠什么争取 就是说 对于法有一个真正的贡献 对于戒律有一个真正的贡献 啊 以戒律为圣命啊 以法为圣命啊 啊 所以说你就会生起了无量的智慧 就会知道这个事情去应该怎么做 啊 应该怎么做 啊 啊 咱们不是那个要求那个 呃 一直啊 这个 对于法的误解 啊 我们一定要有共敬 以法为共敬 啊 以戒为共敬 更主要的是 为父母生生世世去考虑 这为孝 啊 不能考虑眼前的问题 啊 所以说一定要有此度啊 此度以法以戒律为共敬 啊 有的人那就是没有做到啊 他有时候他就想的就是比较窄啊 你比如说佛教不让杀生啊 不让杀生 他说那行 那行 那那个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原先有一个 领导啊 他也知道这个领导信佛了 信佛了 过年呢 有几个共赢啊 就是渔民 打一条大鱼啊 这条鱼呢 那有 估计得有二十多斤重吧 活着呢 啊 就拿到他家去 在走廊里啊 这几个共赢就杀了 说你看啊 这个领导 已经跟我们说过了 过年呢 过节啊 千万 人家不要 那个送这些 活的动物来啊 因为他信佛了啊 不能吃活的动物 后来这几个共赢就 这几个渔民就上来 说这领导对咱们有问题 因为他不能吃活的 咱把鱼活的已经抬到跟前 怎么办 咱把鱼在走廊里给摔死的 往这里拿进去 后来就把这个大鱼给摔死 往这个 抬进去 说告诉领导 你看啊 我没给你拿活的啊 我拿的是死的 在走廊里我们给摔死的 恨你没关系 啊 就是说他这个 对法有拱敬啊 但是呢 拱敬的还不完全到位 你直接告呢 或者呢我不吃就完事了 对吧 或者你 你告呢啊 你拿了以后 我放生 也可以 因为他告呢呢 那我不吃活的 这一句话好 他把那弄死的拿了 啊 古代有很多大德 清净善知识的时候 为法付出代价是值得我们学义和思考的 因为很粗 啊 因为法的殊胜 之后经过隐难 种种的苦患的魔力之后 法才可以献贤 啊 我们要认识到清净善知识所经历的挫折和痛苦 对我们身心的净化 啊 是对我们身心净化 是我们啊 因为我们的心 就像一个容器 撞了很多东西 被过去的业障所误言 有种种的我见我慢 执着 啊 执着 啊 是不能记录我们心底 但要放下这种 借持心的便利游和 需要隐难和魔力 啊 隐难和魔力 啊 这个问题啊 就是 故事比较多 啊 比较多 禅宗历史上有个故事 啊 特别有代表性 宋朝有个林济 啊 林济中 有个叫福山 法远禅室 就是在 这个福山就是个地名 啊 有个叫 法号叫法远禅室 啊 他从很远的四川 跟几个同学结巴到河南 亲近啊 夜县呢 贵省禅室呢 啊 贵省禅室是特别严厉 他们几个走了几千里路啊 这 经过这个很漫长啊 啊很漫长 吃了很多的苦啊 到那去了 正好他去的时候 这个 广教院呢 正是天寒地洞 那个法师一听说外面 有人找的 你找我干什么啊 啊 他说跟你学法 完了这个 蚕食当是 你说这几个心高采烈的心窝 啊 说跟你蚕食学法都贵了 啊 他说我哪有什么法 你这些骗了 啊 又来骗吃骗喝的 照旁边一喷水 往脑袋一扬 这下全都给扬满 满头都水 扬完了 说你们赶紧走 这几个还不走 马上那旁边有炉灰 啊 哪些往那满头都给扬 又扬水又扬炉灰 满怀的嬉戏啊 一盆冷水就要他了 走 只剩那一个 啊 这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法远禅士那种 这个贵政禅士说 你怎么还站着不走呢 他还说我几千里跑来 你一盆水一点儿汇 就想把我赶走 那赶不走的 这贵政禅士一说 啊 太好 你是法器 当时就给他秧 洗洗吧 上上 赶紧吃吧 谁说过去啊 那求法 都是这么进行求法的 那些呢 虽然是满活业性 但是呢 恭敬性不到位 不到位了 他这是怀着我 叫唤那种恭敬 我恭敬你了 那你给我法 这是我们俩的交换 他一交换的姿态 等这个禅士不是 他只有供应性 没有交换性 他我来学法 但是 什么是学法 我供应性 就是法的一部分 他没有考虑我怎么来学 所以说 不会为这些 外境啊 什么水啊 灰啊 所动 所以说 这是真正为法 求法者 后来这个福远禅士 当典座去了 后来就把法传给他 这个后话 我们最值得的就是说 就是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 最后资格去修行 经过六年的苦行 苦行 一麻一脉 而且就是去 去做着修行 六年 六年以后 他为什么要苦修呢 现在的解释不一样 现在有人说 释迦摩尼佛 经过六年的苦修 一看没有用 不能苦修 就从这散除来了 因为那是无用的 这种说法 充满了佛教的 这个 很多人的口里 但是呢 这个 禅宗的律祖啊 这个叫 叫什么 就是 唐朝那类主 啊 道学没师 道学没师啊 是这么解释的 他说 释迦摩尼佛 啊 就是在 散洞里 啊 在散里 六年的苦修 去掉了他的贪嗔痴 啊 去掉他的贪念 没有这六年的苦修 他那贪念是去不了的 所以说 释迦摩尼佛 通过六年的苦修 把这个贪念词 去掉 啊 去掉 去掉了以后啊 啊 就像我们这个贝子 有很多脏东西啊 啊 他得需要什么来磨砺呢 得需要沙子 叶水 啊 或是一些庆除无垢的东西啊 啊 把这个 这个容器啊 打扫得干干净净 释迦摩尼佛 啊 六年的苦修 就是这个过程 最后释迦摩尼佛 出来以后啊 借收牧羊女的牛乳 啊 牛乳的供养 啊 为什么借收牧羊女的牛乳的供养 因为呢 六年的苦修 他有一个余苦 虽然毛病去掉了 但他还有一个余苦 啊 就剩余的苦 啊 所以说 通过这个牛乳 把这个剩余苦 给去掉 这时候释迦摩尼佛得到了什么呢 叫不苦不乐 没有苦没有乐 啊 啊 所以释迦摩尼佛 最后在这个菩提树下啊 经过四十九日啊 这个禅作 最后证悟了啊 啊 证道的时候 这个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得相 啊 皆看作佛 啊 啊 为什么证道 他有一个前提 就是一个苦修的过程 这是很必要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但现在有人回避了这个东西 并把释迦摩尼佛 他的苦修给说说是无意之苦 啊 啊 这种说法啊 啊 是不正确的 啊 因为这个盗血妹主啊 他是这个 呃 在秀营中啊 吟天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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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问题啊 不明白的 戒律的 都天英给他讲 啊 有时候吃饭都天英给送 啊 吟天供养 所以说他知道释迦摩尼佛 究竟这苦修为了什么 啊 所以说我们现在 有时候想找个树下做 你就做这一年他也不能开悟 是不是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那个苦修的这个过程 没有那个苦修的过程 啊 所以说释迦摩尼佛 经过六年的苦修 啊 那时候的皮包骨啊 就是骨头呢 啊 就剩一场皮 啊 没有用 没有用 就摸 摸到皮一完了就是骨头 啊 骨头 啊 而且那个 温度呢 啊 这个 稍稍有那么一点稳度啊 啊 稍稍有点稳度 嗯 嗯 得您呢得秀到这个程度啊 啊 这才有点往道上去 也就是说 你秀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你这个容器才能打扫得干净 对 对这些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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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这么过来的 啊 所以说 所以说 对法的这个这个信啊 啊 一定要真正的恭敬 啊 要付出代价 啊 包括你看这个 这个 玄撞法师 啊 也就是说我们说唐山藏啊 啊 上西天取经 上印度取经 啊 走了 好几年 啊 才到那个地方 走了三年吧 是吧 啊 那现在我们有飞机了啊 有很多的师父也到印度去了 怎么去怎么回来 为什么去的快回来 因为它缺乏一个秋乏的一种恭敬性 虽然它也有恭敬 但是恭敬性不到位 得经过很多的磨练 这个性你才能建过 你的贪神之才能去掉 你的容器才能可以清理干净 所以才会接受法 啊 我们现在 坐着等 啊 一点不付出想得到法 是不可能的 一定要 既要明白了法 我们听文也很重要 明白了以后 一定要落实到行为里 胡锈去 才能得到破法 就像这个 法远禅师似的啊 你走了上千好几千里路啊 一盆冷水浇嘛 大冬天 又弄到户油养了一满头似的 一般早就苦恼了 也不干了 他也不恭敬我了 这哪行啊 所以他为什么最后发传给他 因为他能吃苦啊 有真正的恭敬性 下面讲阴鲁啊 一耀经中说 阴之为德 吃夜苦行 所不能及 啊 能阴者 乃可名为 有大力 有力大 啊 就是说这个 阴为德啊 这个阴呢 说吃夜苦行 所不能及 啊 就是说 不说吃夜 和苦行啊 啊 这个 赶不上阴鲁啊 啊 阴鲁和 吃 阴鲁是吃夜苦行的 啊 一部分 一部分 更甚的一部分 啊 更甚的一部分 啊 所以说呢 呃 吃夜的苦行 最后还要达到阴鲁啊 啊 能信阴者 就是能阴者啊 啊 那 名叫什么 有力啊 有大力行 这个力啊 不是我们有劲那个力啊 就是这个人 啊 有横力 啊 有横力 啊 有这个 啊 有智慧啊 有智慧 另外是个大音啊 啊 大音就是说 他能讲啊 能领导大家啊 走向光明的 啊 能够啊 起个带头的人 啊 成为大音 啊 这个 在印度啊 特别讲究这个大音的问题 啊 如果这个人 如果一个法使 能讲法 讲的又是 辩爱无才 可以称为大音 啊 玄奘法使那时候 可能就被称为大音了 因为什么呢 那时候他吃大音米 啊 就是这个 这个 皇帝啊 他吃一种米 啊 这个米啊 比我们大米 大的很多 啊 大的很多 应该像小豆那么大吧 这个米粒 啊 这个米呢 供养特供 啊 供养就是 国内最有名的法使 啊 这个 每个月 啊 玄奘法使 就要吃这个米 啊 相当于 国王那一级别 啊 所以说在印度大音都说说 特殊的待遇 啊 尹鲁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 啊 他包括自治 原谅 永远 您必须以平静的态度去面对 各引起外来的压力 啊 您必须以平静的心去应对 每日所发生的事情 保持详课去冷静 啊 不要让他咬乱情绪 助大 助渐扩大 我们的心必须 保持冷静和平静 啊 尹鲁斯波罗蜜之一 一个有志 绝有者 必须休息 达到最高的圆满 啊 不要急躁 去冲动 啊 虽然我们引耐的意志啊 不承受极端的讨厌 但我们遭到 受苦液寒冷 能及恶及口苦之啊 必须引寿 引寿是词的根基 啊 佛常称赞这些淫路者 是拥有强大的力量及卫生者 啊 这个引寿啊 首先 所以说咱们出家都问你 能不能引寂 引寒 啊 引恶 啊 那个那个 在踢路前呢 那都得问 啊 有时候我能引 啊 必须问清楚啊 因为 随时我们的生活和戒律 啊 有像矛盾的地方 我们是以谁为主 啊 如果我们 以戒为主 那你必须得有 引寒 啊 这种引寂严可 引恶的这个行为 呃 我在96年啊 啊 上那个 奔西啊 啊 一个伞上去 那走去 晚上了 特别口渴 口渴走的啊 就是 刚开始啊 想干嘛呢 想这个 喝点水 旁边没有人 啊 没有住家 啊 啊 从中午就可 特别渴 渴了以后怎么办 啊 看着有条大河 啊 说上大河 去喝水去吧 这一套痘子啊 这个 绿水囊 不到什么时候丢了 这佛教 这绿水囊 必须常待了 就是过滤虫子的地方 啊 没有这个绿水囊 你就喝这个水 就犯戒了 啊 属于杀性行为 所以说绿水囊 找不着了 走道还犯着 这个痘子 这一会儿就没了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 啊 完了 吵着那河水清凉凉 那么宽的河 没水喝 没水喝 后来走吧 后来走不远啊 看着有一个人啊 跟我打灶 啊 那意思 看着我要跟我打灶 我挺高兴 我给你打灶 我就跟你要点水喝吧 啊 刚往前走 啊 他一看我过来 他往回走 嗯 他不理我走了 这也就没合成 啊 后来继续往前走 走到很远 一个拐弯的路上 看到一个这个 立法店 啊 立法店 就农村的小立法店 在道边人 啊 有一段距离 我先上那去要点水吧 嗯 刚想往里走 后一合去 立法的人 大门都是女的 啊 算了 这下午不宜尽村 啊 算了 先不跟着要 再找一找吧 再往前走 啊 后来又往前走 啊 这处天也黑了 啊 黑了呢 这个山呢 这半山药走到半山药了 啊 这个时候就 就想上那村子的老百姓那里去要点水 啊 要点水 啊 后来一听着里面传出的大幕都是父女的声音 孩子的声音 啊 啊 说我这么下去 会给他们吓一跳 啊 这样不好 啊 所以怎么办呢 站在道边吧 啊 站在道边 看看有没有碰上来的 啊 他要上来呢 跟他要点水喝 你想一下我都没喝水了 啊 走着又渴 啊 后来正上了一个男的 啊 推个自动车 啊 打手电 啊 我那时候也有手电 啊 啊 我现在那时候我止语啊 啊 我就拿手电照他 我怎么照呢 他现在没看到我身 啊 就跟我身边走 嗯 我现在他站在那边推测的时候 我再照他 他能跟我说 等我照呢 还是没看到 就像我不存在似的 嗯 等他走了 我也没要到水 啊 啊 后来一看 都要不到水 算了 这怎么办 那个 这也不能私下撑撞你 啊 一个戒律就是不允许 另外都是父女而同 啊 那个不方便 这时候都走不到 应该是走到晚上九十点钟 从中午走到九十点钟 没喝到水了 啊 后来就找一个 那个 道边一个 有一个小狗 啊 正好把鱼拿出来 啊 一捂得了 渴就渴死了 咱就坐着 打坐吧 啊 就跟他打坐休息了 是吧 等第二天然后起来的时候 没死 啊 这个大家看到我现在活着呢 肯定没死 奇怪事发生了 起来以后啊 嘴不渴了 不渴了 不渴了 自然有一种干田在这个嘴里 像一种干路似的 啊 这一上午都不渴 都不渴 非常不渴 而对那个世间的水啊 呃 呃 咬得一点没有味道啊 就是一种发喜的充满 谁说盐鲁啊 是波罗蜜 一点儿不假 当你盐鲁 你按照借里去做 你盐鲁呢 当你 啊 盐鲁过了这一关的时候 啊 就是说你饮了 过了这一段时间啊 他就会生出了一种 啊 像波罗蜜一样的甜的这种发喜 啊 这是 正是存在的